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暑假,那时候我在国外读书,我的朋友玛丽因为要去旅游一个月,她叫我这段时间,晚上有空就去她家里帮忙照顾宠物,一开始我不太愿意的,不过她说,给我500美金作为报酬,我就爽快答应了,因为我可以用这笔钱买一部新手机来,我要照顾的也就是她家里的两只鹦鹉和一只猫。 我朋友住在一个封闭式的小区里,所以这里的治安非常好,很少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,除此之外,我朋友还跟我说,我过来照顾宠物的时候可以睡客房,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随便吃,我很开心,因为里面有我最喜欢吃的鸡肉和通心粉。 过了两个星期,与我相连多年的女朋友,从国内坐飞机过来找我,晚上七点多,我打了一辆车去机场接她,没想到她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。 因为跟她半年没见了,那天晚上,我们都激动地睡不着,一直在客房里看电影,朋友的小猫咪也坐在了她的腿上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们睡着了,凌晨三点多,我有点急,准备去上厕所。 那时电视还开着,微微照亮了房间,天花板上的风扇也开着,轻轻地转动,让房间很舒服。 我从床上起来,走向客房里的洗手间,在厕所待了大约两分钟之后,我突然听到关门的声音。 一开始我以为,是女朋友去客厅拿东西,可是我走出洗手间,看到她还躺在床上睡觉。 这个时候,猫咪用爪子,抓着房门,还对着门外叫,我小心翼翼地回到床上,但过了一会儿,我听到客厅有脚步声,我开始有点害怕了。 我推了女朋友几下,并轻轻地叫醒她,她醒过来,睡眼朦胧地问我,怎么了? 我焦急地说,客厅里好像有人,花音刚落,外面又传来了脚步声,我立马下床,快步走向房门并锁上门。 我女朋友马上反应过来,抓起手机打电话保镜。 我女朋友讲电话的时候,我走去床那边,把挂在床上方的枪拿下来,紧紧地握在手上。 没过多久,脚步声越来越靠近。 我示意女朋友不要出声,仔细观察门的动静。 门把手突然被压下去,又立马弹起来,有人在外面一直试图打开房门。 我们当时很害怕,但我知道不能坐以待遍。 于是我很凶地对外面的人说,我有枪,你不想受伤的话,就赶紧走。 这时,门把手不动了,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可是还不到一分钟,门外的人开始大力踢门,想把门锁弄坏。 这时,我再次对他们大喊,但外面的人不以为然,直到警笛声响起。 我听到外面有人说,他们来了,快走。 紧接着,我们听到他们急匆匆地跑步声。 我们往窗外看,看到两个男人被靠起来,还有两个背包在他们旁边。 后来知道,那里面装着我朋友家里值钱的东西。 我们走出客房,在走廊上遇到了一位警官。 我们解释了整个事情的经过。 那名警官告诉我们,幸好我们及时报警,因为这两个男人很危险,前不久才放了出来。 那晚,我们真的被吓到了。 为了安全起见,每次睡觉之前,都要再三确认,房门已经锁好了。